我叫孙可欣 我今年六岁了 我来自沈阳和平一校 我是一年级的 他在学籍这方面 觉得也挺挺用功的 我是在那个学校里是班干我 我是管纪律的 管自习的 有一次张春雨和王运海打架 然后我就说 张春雨和王运海 你们俩别打架了 要不总结的时候 说你们批评了 然后他们说 好吧就又好起来了 我在学校里喜欢跟男孩玩 因为我觉得男孩勇敢 还能陪我跑 然后他们玩什么都不哭 女孩就是在一个地方 站着落寇 不跑我觉得没意思 我将来就想要可欣 成为一个就是有爱情 懂得孝顺 然后那个就是在学业这方面 将来他喜欢 只要他喜欢学什么专业 爱好什么 我就仔细地 我将来我将来的梦想是想当医生和警察 还有主持人和评委 我想当警察是因为我想打换人 我还想当评委 是因为我说的算 我喜欢谁就点谁 不喜欢谁就不点谁 比如说我最好的好朋友 站在一个舞台上 然后我还是那时候我还当评委 我就可以点他 因为他平时对我好 有请孙可星 来来来 哎呀真是都说东北人能落 真是能落 你这六岁 你这长到六十岁 你得你得什么样 整天就得对着前脚 再说上 说不完的话 是不是 你看见我怎么那么差异的眼神 是不是看到我庞然大悟的感觉 我喜欢你 哎呀你喜欢我 我不信 你你你喜欢我哪一点呢 我喜欢你胖乎乎的 那那你说董浩叔叔今后是减肥呢 还是减肥呢 还是不减肥呢 不减肥也好 那我受得了吗 那我长成球了吗 我只不过是逗你一下 还是要减肥 逗你玩 跟马爷爷学的 跟马三弟爷学的 哎我也不逗你玩啊 我问你一个正经事 你有那么多梦想 是吧 最想当评委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我觉得评委 比如说我喜欢谁就可以点谁 那个我觉得是这样 是我也特别喜欢当评委 是 因为我可以没本事 但是我可以平有本事的人 你们注意啊 你们要个性啊 你不觉得吗 是吧 当评委真舒服 但是呢 要评委不喜欢谁呢 不喜欢谁就不点谁 那人不是白来了吗 白来就白来 因为我不喜欢他 那你这啥评委呢 我是一个 你是一个霸道的评委啊 哎呀妈 你们家谁最霸道啊 小事告诉我 他小事跟我说 但是他不知道我这个话筒 他说 我们家姥姥最霸道 姥姥来了吗 哪位是姥姥 我的天哪 大家好 董华叔叔好 您好您好 那只是个外号 您别当真 我是您的大胖小子 那叔叔是个外号 姥姥 我有点肝探 您怎么那么霸道呢 因为我可以管他 还可以管他爸妈 哦 姥姥这个听说 您唱歌也不错 您年轻的时候 也是个俊把的 我唱歌吧 不好 这个我是什么水平呢 就是会哼哼 那你就给我哼哼 会随着哼 我就是陪我外孙女 没有办法 我陪我外孙女吧 他老把我当观众和陪恋 老拉着我 那个唱歌拉着我 弹钢琴拉着我 那个唱歌要不明白什么意思 他老问你 什么意思啊 那我也是没有办法 当观众 嗯 这样呢 就是会哼 老了这样吧 您今天啊